好 镜头回到台湾 这真的是太夸张了 台北市这个爸爸被民众检举 他不止单手骑机车 左手还抱着一个不到两岁大的小女孩 而且这小女孩也没有戴安全帽 就这样跨坐在爸爸大腿上 实在危险 这真的是有够离谱 你没看错 这个爸爸骑机车 单手骑就算了 竟然左手还抱着一个一岁大的小女孩 夸张的是他还这样一路狂飙 仔细看这个爸爸单手抱幼童 让他跨坐大腿上 小孩没戴安全帽 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违法一旦被警察发现 将依法开罚 而且这位爸爸骑到大马路口时 车速没有减缓 还没收脚架 相当危险 没有安全措施我觉得蛮危险 绝对不会用摩托车载 它太危险了吧 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 单手的话 它那个龙头就会抓不住 那你的小孩子 第一个是小孩子就会摔出去啊 难怪民众骂翻了 这位爸爸赶时间要到银行办事 却把小孩抱在左手单手骑车 警方表示未戴安全帽 将把六百元没有设置安全 也要开罚 其战员行道也是违规 但罚钱是小 小朋友的安危才是更重要的 最近李嘉宇 玩游圈台北 采访报道